Case I Speak He has a pretty boy looks to be a J-pop star and he released a DVD in Japan recently So does that mean Fahrenheit member Aaron Yen is eyeing the Japanese market after his solo debut?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a lot of people in Japan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a lot of people in Japan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a lot of music in Singapore I think it's a different way to Singapore I think that's a different way I think many kids are very hard to do this I think many people really love to do this I've heard about Singapore歌迷 I've heard they have a music dream I want to get better and to overcome their dreams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I think every room can be感到 me and感到 me 其实对啊 像东方神奇这样一个 非常实力坚强的团体 其实之前在亚洲音乐节的时候 跟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面表演 那也看到他们精湛的演出 也希望吸取前辈的 那个不是教训 吸取前辈的经验 然后能够多多向他们学习 那他们的确在日本 花了蛮多的时间的 那我希望如果将来也有机会 可以在那边也待个半年 或是一年这样子 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多不同的发展 现在对演讲的这张音乐有许多好多 谢谢 就是想知道你是否定在储备 这些社会的关系 公司有偷偷告诉我他们在收割 那我还蛮开心 那你能否认一下 你最希望能够看到的那些事情 我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词曲创作人合作 比如说思松伟松老师 或是林希老师跟陈晓晓老师 都是我非常敬仰的几位大师 然后往往在他们歌曲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他们感染到很多 我希望自己能够唱有更深度词曲的歌曲 然后也跟自己的歌迷一步一步的 伴随了我的歌然后长大 谢谢你 当然会啦 当然也不会说只有发展音乐这一块 那将来戏剧我觉得我会很慎选剧本跟角色 因为我觉得每个工作表演都是一个责任 然后我也不希望我如果做不到的角色呢 我硬去跟人家参与了 那对导演对编剧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现在看剧本都是看到如果我能够胜任的 然后我能够去挑战这个角色的我就会去做 我现在其实蛮想挑战古装的 对对对 然后去学一些舞打的动作 我觉得对那个身体的协调是应该也蛮有帮助的 然后对自己演技这方面也可以开开眼界 看看人家那个飞来飞去到底是怎么飞的啊 然后那个砖瓦怎么打破的啊 其实还蛮感兴趣的 感谢观看